最近有沒有注意到 兩兩種其他名詞 會做啥 人肉搜索 你沒有他聽到嗎 所以是他這樣 哪一個人做有什麼事情 然後又又發動人肉搜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的資料有沒有留在上面 有啊 你覺得你資料最容易被找到的是什麼 先從 email開始嘛對不對 然後你的 可能是帳號的名稱 或者是你的email 或者是人民對不對 如果是菜市場你來可能就比較不好找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俗意如恶的 那種名詞 一看就很好找啊 找到這個人 然後如果又把你的帳號對起來 我們就可以在順便找看看 你有沒有Facebook 對不對 還有沒有網路相簿 還有沒有你的網站 還有沒有你的部落格 然後再從裡面再找 看看有沒有什麼咕屍馬屁 有比較有電話 在哪裡服務 有跟你找些人認識 等到發現這樣 都會慢慢搜出 拼湊出你的什麼 一些事情進來了 好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 有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網站 介紹給大家 你可以從這邊 這個 這裡進來 等到他 這裡您看一下 這一個網站在這裡 這個是中小企業 好像中小企業處的一個網站 那上面呢 它會有一個叫做資安專區 這個資安專區 它裡面呢會有那個電子堡 一起一起的 你看 我們從這邊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媒體有沒有 我剛剛給你看的 人肉搜索的 今晚小企業 你點一下就可以看了 那我想我把它開到我的那個 裡面好了 我把它開到我的瀏覽器裡面 你如果用Google 用開放有一個很大好處 你看我們平常是把網址貼上 把它按給你 愛醫師很笨 就貼一個不一樣就好了 貼上去前往不是很好嗎 就不用愛如何 結果 你有發現老大哥就是不認真嗎 你住在那裡 他不夠了 結果 那你就簡單很多了 好 你看這個拒絕人肉搜索 他就是反而 他沒有用很堅僧的 他最主要就是像這種符文字有沒有 最後好像那個假故事一樣 那你可以比較清楚 像現在約有得的客資訪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自己來這邊稍微看一下 那麼 像我剛剛講的隱私的部分 非常容易發生的就是在這邊 你看我把它放大 所以 放大 看怎麼放大 好 然後我聽了 你看你這樣跟 嘿 好 好你看 最容易出現的就是像這樣 哦 開始我先找到人跟你的帳號的密撐之類 然後找到之後 我就看看 利用收訊請做過不是很厲害嗎 一找 哦 這個帳號有什麼人跟你追給同的 或者說有一樣的 他有在哪裡出墨的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 咦 找到討論區 部落格甚至網拍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畫比較多的那一種 哈哈 就會有發文啊對不對 那畫不多的 有的你喜歡 售照片的啊 你可以找他是不是這個人啊 可以 那甚至什麼 诶 譬如我們在網拍 買賣那個 資料那個交易的記錄都會在哦 所以你曾經買過什麼 都有在歷史紀錄裡面 你還不能單調的 而且說要输一下 講資料沒有Facebook的帳號 如果你有Facebook的帳號要输一件 上面的資料是上資料 所以記錄老師不要放一些不該放的 或是不該放 不該講的一些話也不要在上面講 因為 你以後會很麻煩 哈哈 因為那個些資料 就在你的帳號就把它停掉了 那你還是有可能會看到 所以這個老師一定要特別介意一下 你不要講說啊我好像是完了 我不知道他關掉就沒事了 你只要那 真的 對對對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尤其沒有跟別人做一些分感 因為他在奧運點的關係很不大 所以只會說你就上到頻道 好像有資料就幾件 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你看 從這件裡面有沒有可能找到你的email 對不對 那找到email就有可能 看到你沒有可能參加這個活動 或是照明的資料 或者是照片 然後再從你的名字再來找 看一下你的有沒有活動範圍 找Facebook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猜測說 你服務在哪裡工作啊 在那裡服務服啊 哈哈 這樣應該了解了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很多資訊去拼負出來 而且其實你也不要以為說 上網是你服務的 上網你的IP從那裡來的 我們都技術的不上網 所以事實上那個部分 老實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是第一個跟老師們再來分享一下的這個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有沒有 因為老師大概現在還暫復 比較沒有讓行動上網 你如果有用智慧型手機 老師如果掉手機你會不會很擔心 不會啊 我們一般的手機掉了 你就很擔心底面有一些資料 還有門它要承辦對不對 智慧型手機掉的更難過 因為底面就是上網的資料 因為 你先用智慧型手機 老師用iPhone的 你要申請給Apple的帳號 你用Google的 ANGLE的 你也要申請給Gmail的帳號 讓他所有的服務 比如說你的聯絡人 還有通話記錄 都跟著你有關 所以你幹過什麼事情 那些都在 所以現在智慧型手機掉的 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那就算你沒有掉 假設你在外面常常上網 外面現在有很多是掃瞄的 就是 無線網路我們也可以掃瞄 現在也有可能被攔截到 所以說現在 除了上網方便去的 很大好之外 但是 很大的理由就是安全性的 雖然方便是很方便 但是也因為太方便了 所以你的很多色違資料會外切 這是有蠻重要的 所以 你可以看看這裡 那另外 這個 保護資料的配分 就可以探討一下 我現在就不講 但是我講一個跟老師一定會有看法的 這就給他這邊 然後上面檢測過你的密碼全部 我們現在進入網站 他都那個 最近大方密碼 他就會說 你的密碼的長度多少 對不對 而且你有預告過 那 到底你的舊的密碼 還不完全 摩擦開 你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 我有列出幾個網站 你點一下 這邊可以到這個網址 他有幫你檢測一下網 這裡 來 好 我到這邊 給大家看 你看 多雷這個就很簡單 你可以 把你的密碼稍微打進去一下 在這邊 比如說 老師是我常用 均能加均勾 對不對 哈哈哈 密碼的分度 百分之四 然後 6 7 8 9 10 有高一點點 哈哈哈 但是還是很低對不對 你如果加上一個英文數字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網站很安全 然後就說 你的帳號尤其是銀行的 他就會瞭解你 不能只有數字 然後加上 一組的一個英文字 你看我加一個A 一個比較強一點的 對不對 那如果我加的是大型 也是又比較好 如果我加兩個字 就比較強一點 你如果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特殊符 再按個百分百 按按網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 你有大小寫 有特殊符號 又有速度 這樣的組合 就不是一般用四點查的出來 這樣你了解嗎 因為有些人會用所謂四點公尺版 就是說 你就選一些 那最常見的就是跟你雙邊相關的數字 從電話一直到雙雙雙雙 什麼那些 都是比較容易被拍得到的 你了解意思了嗎 你自己回想看你自己的 對不對 不用念出來 但是應該 我剛上一講就命中好幾個 哈哈哈 好 所以 您稍微留意一下 那 第二個就是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那個 雙雙 其實 你不要再負記憶法 你要會想故事啊 比如說虛逃十般的環境 你也會預安的幾個 直接 增加也是不會啊 可是你也會想故事啊 你也會想故事他就增加起來啊 哈哈哈 所以你要會加掰嗎 哈哈哈 你了解我 因為你的密碼 你會有一個比較 自己知道的規則 自己知道規則 但是譬如說 你不要用 一個密碼 尤其重要的 現在最怕就是你重要的東西 不重要的 比如說你這個賬號 我就跟體育體玩一玩而已 那你就隨便打 把財猶的給你 可是 你 重要的 比如說跟你的 譬如說信箱 現在信箱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重要的 所以我就會比較重視 那像以前 我還有一個比較 可憲難用 是MHR 可是後來呢 我差一點上當之後 我後來就全部都會用 安全的 其實這次不可會把 弄的比較安全 因為 你老師可能沒有去過